我们看这一题 这一题它说假以两人 假说实话的几率 假说实话的几率是三分之一 说谎话的几率就是三分之二 不说话的几率我们就不算了 它除了说实话以外就是说谎话 不说话不算 好 然后以说谎的几率是四分之一 那说实话的几率是四分之三 现在有个袋子 袋里面装有四个黄球三个红球 若自袋中取出一颗球来 四球假和乙都说是红球 红色的条件底下 此球真的是红球的几率多少 假乙都说是红 假乙都说红 假乙都说红的话有什么情况 假乙都说红 假乙都说红的话有什么情况 有这种情况 就是说真的是红了 那真的是红的话 假乙都说红 或者是黄色的 或者是黄色的 但是假乙都说红 有这两种情况 就是说真的是红色的 真的是红色的话 它的几率多少呢 抽出来真的是红色几率 它是七分之三 那七分之三的话 这个什么呢 这个假跟乙的话 说红 说红了 是七分之三 那假的话 都说红的话 它的情况什么呢 情况是假说红 假说红的话 它的几率是轻之三 乘以多少 它是说实话 说实话是三分之一 那这个乙的话 也说红 乙的话也是说红的话 它的几率是多少呢 是这个四分之三 所以乘以多少呢 乘以四分之三 就真的是红色的 而且呢 假跟乙两个同时 都说是红色的 几率这个样子 那呢 有可能不是红色 就是黄色的 那黄色的话呢 抽出黄色的几率是七分之四 同时呢 那个假跟乙两个 都说什么呢 是红色 就是说红 是黄色 但是两个都说红色 就是说红 那就是三色 假说红 同时呢 乙也说红 只有这两种情况 这两种情况 那这两种情况当中的话 那个是红色的 真的是红色的情况 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它的什么呢 它的那个条件几率就是多少呢 就是说 在假乙都说红的情况底下 是这种情况 它的几率是什么呢 几率是四分之三 乘以三分之一 乘以四分之三 加多少呢 加七分之四 乘以三分之二 乘以四分之一 这个是假乙都说 是红色的所有的情况的几率 然后呢 在这种情况下 真的是红色的 就是这种情况 就是七分之三 乘以三分之一 乘以四分之三 那这样等于多少 这样的话 这个是等于多少呢 这个是等于四七二十八 二十八分之三 这个是二十八分之三 这个是二十八分之三 对 二十八分之三 其实是什么 二十八分之三 另外这个呢 这个多少呢 这个是三七二十一分之二 好 那这样加起来多少 这上面是二十八分之三 这样加起来多少呢 二十八乘以三 这个就是 二十八乘以三 就是说 就是那个 七乘四乘三 二十八分之三 那多少呢 叫三乘三 那加多少 加乘四 二乘四 加多少 二十八可以消掉 然后呢 这个是九 那这多少 九加多少呢 九加八 等于十七啊 十七啊 算是十七分之九 所以答案是十七分之九 三十八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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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八分之三